那马上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 爱的斑马线了 双方都有60秒的考虑时间 如果对方有你心泥的姑娘 你要主动走到心里面去 然后如果你对面这个男孩 你也喜欢 也希望能够看到你们双向奔赴 好不好 好的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 爱的斑马线 倒计时60秒 这个60秒的表现 其实双方都在判断 如果有你心动的女生 你一定要大胆地往前走 不要放过这个机会 吃衣不动代表着斟酌 犹豫 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对吧 如果有前进 就代表已经有决心了 那我走了 好 可以 刘迪已经表达了 她对于爱的一个 结定的态度 两个女生当中 一定有她心仪的那一个 这么明显 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接下来 就看心动女生 会不会往前走了 我们要看看 女生们会不会做出回应 还有最后10秒钟 祝贺 来吧 可以牵上她的手 李李和小爽 祝贺你们 可以牵手 牵手成功 谢谢主持人 谢谢老师 祝贺 祝贺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要先谢谢 文倩 谢谢你来参加 我们的节目 也希望你今后的生活 每一步也都是 通往向幸福出发的路 然后有一份小礼物 长安花菜籽油 对 有我给你送 长安花菜籽油 加油 就加长安花菜籽油 高原小粒 味更香 加油 好 我认为不是 是很匹配的点子 还是这个男生属于温柔体贴型 那我自己个人认为呢 就是适合我的应该是更强势一些 无论是做事或者相处中能起到独导型的这种的 同时呢能在一些关键的节点 能给我指导意见的 这种人我认为比较匹配跟我 好的 滴滴牵起小爽的手 共同向幸福出发 好 祝福你们 拜拜 拜拜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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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男生 而且情商特别高 刚开始上台的时候 为了避免女生尴尬 然后说的话 很照顾大家的情绪 其实最开始可能就是外在觉得他很漂亮 然后后面就是主持人问的问题 后面他的回答 我觉得更贴切 到我的生活和我更加匹配 未经许的 未经许的 未经许的